大家好 绣球花开花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精致 看起来真的就像一个绣球一样 非常的惊艳 那么我们在养绣球花的时候 如何去延长它的花期呢 因为绣球花开花真的挺漂亮的 所以我们在养绣球花的时候 想要延长它的花期 就需要注意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浇水这方面稍微的控制一下 不要给它浇太多的水 水太多就容易导致它这些花种能过早的凋谢 因为水全部会怼到这个花托的位置 那么这个花托长期保还水分就会容易出现脱落的现象 那么还有第二个就是不要给它阳光曝晒 如果阳光太过强烈的话呢 直接就把这个花瓣给烤焦了 尤其是在给它控水了之后再去曝晒的话 这个花肘烤焦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呢我们在养护它的时候 想要看花看更久 就要稍微控水 还有不要给它强光曝晒 还有第三个就是给这个花朵去增加养分 那么这个花朵它要持续不断的开放的话 对于养分的需求呢也是有要求的 不过大多数的肥料呢都是给它浇灌这个盆面和它的根系的 很多肥料呢都无法直接运输到它的花朵上面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给它这个花朵去补充养分呢 那就要给它使用这个糖木酵素 这是通过导管传输的一种养分 它里面呢含有比较多的微量元素和一些大量元素 那么我们在绣球花它的花朵上面喷上一些 那么它吸收到里面的营养元素之后呢 它就能够有一个更长久的开放时间了 不过我们喷的不要太频繁 大概一个星期给它喷一次就可以了 这个绣球花它的花朵能够持续开20天以上了 所以呢我们给它喷洒一下这种水 它就能够再开上10天开到30天左右 如果你家的绣球花也是开花了 那么你想要赏花的时间更长久一些 就要注意好这三个方面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